11月17号直播一的药文简报 一个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受债券价格下跌的影响,最近一个星期中国有13000支 银行的理财产品 跌破净值,占总数的40% 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有一家拱分制银行,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家 他其中有一款产品出现了集中赎回的情况,大家把钱全部拿走 那有一位这个理财 股份制银行的理财精灵解释说 银行的理财底层配置的是固定收益类的资产 这类资产主要是债券 那么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 半年报告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 理财产品投资组合 有31万亿 理财产品的资产配置当中 债券投资的余额是21万亿 总共的资产是31万亿 里面就有21万亿的这个债券 占总投资的67.8% 11月份以来市场上陆续传出了利好消息 包括优化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出台支持16 16条措施,股市就反弹 股市跟债券有翘翘板的效应 股市反弹呢,那么资金就流到股市 债券市场就会下跌 所以11月以来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 上行了20个基点 对应价格就下跌了1.6% 一年期的存单收益率上行了40个基点 对应价格就下跌了3.0.36% 债券价格下跌对理财产品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一般的投资者的观念当中,银行理财 代表着稳健的回报 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不要买理财产品 结果就看到了这个情况,那么就出现了理财产品 跌破了净值 100个理财产品有40个理财产品跌破净值,什么意思 100块钱买的时候,你现在他已经不值100块钱,连回报,不要说回报本金都没了 北京都 损失了 那有很多银行在回应理财产品的收益波动 中英理财说,将会坚持稳健的策略,尽最大的努力 追回这个 追求回撤的控制,回撤就是下跌 反正理财市场里面有很多 回避我们正常可以理解的这个词汇 那么供应理财说,将会积极研判市场 做好产品净值管理 同时持续加大估值稳定资产的投资比例 经验银行和折商银行在微信公众号 也发了类似的帖子 主要是这些银行了,这都是前五家 前五家 排第一的是谁 排第一的就是中营 中营的理财产品 那么理财产品回报变成了负值 那么他的产品 很多 很多老头老太太 都在银行买理财产品,我经常讲 就是这些老头老太太退休人员 支持了中国的这些银行的理财产品 他们都认为这是非常安全的 结果 安全吗?不安全 彭博社报导说,至少有五家银行,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要求 暴送流动性的状况 潜在风险和投资者 大额赎回理财产品的应对措施 报导说 暂时下跌让投资者大量赎回理财产品 把资金撤走 大量的赎回让理财产品的价格下跌,加速了赎回的速度 教学人士指出 五家银行向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汇报当中 包括如何满足投资者赎回的计划 这五家银行 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新业银行 折升银行 折商银行分别都发表声明 这会尽最大的努力 控制赎回的情况 排第一就是中国银行 人民银行在这个时候增加银行的流动性 人民银行网站11月17号公布 人民银行当天以利率招标的方式 开展了132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 当天90亿 当天有90亿七天的 逆回购到期,但是他 放多少?1320亿 也就是说 他 镜头放了1230亿元 大规模 规模大于之前的操作 受到流动性增加的刺激,11月17号上午 中国国债债券期货全线上升 10年期 这个债券主力上升0.3亿,五年期的 这个主力合约上涨0.18% 人民银行本周初表示 11月份将会通过短期中期和长期政策工具 组合注入超过1万亿的流动性 这是第2,第3 红博社11月17号报道 北京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 11月14号 发出备忘录 要求会员 就是他们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的会员 按照当地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开展业务 禁止提到 怎么样把资金转移出国 北京市移民和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 在2015年成立 有100家会员单位 当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移民机构 这些机构意向为计划移民国外的客户提供签证 税务和法律建议 11月14号发出的备忘录指出 会员要遵守中国的互联网法规 杜绝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无关讨论 会员也禁止把金融外汇和税收的问题 与移民事务联系起来 如果发现违规可能会引来政府干预 会员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商业环境和市场 有两名移民顾问对彭博社表示 最近微信平台上的几个账户被关闭 原因是讨论如何避开中国的资本管制 把资金移除中国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 那移民海外怎么办呢 移民海外你要带钱去啊 那么就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让讨论了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政府不让干的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这件事情很流行 第4 11月17号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 公安部前副部长刘彦平涉嫌社会案 刘彦平是孙力军所谓的政治团伙的第七胡 也是最后一名受审的成员 提出书指刘彦平2001年起 利用职务之变 为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工作安排 车牌办理等提供帮助 涉嫌受贿 2.34亿 财务 刘彦平在审讯期间进行了最后的 陈述并且当庭认罪毁罪 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刘彦平在今年的3月被中纪委国家监委调查 9月1号 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中纪委国家监委在刘彦平双开的通报中 指他涉嫌多个问题 包括背弃两个维护 毫无四个意识 政治上彻底蜕变 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大搞政治交易 投机攀附 操弄全数 基本上习近平就很恨这个孙力军 所以他的团伙 都没什么好下场 第五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瑞一 11月16号 出席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表示 中国的黑客全球规模最大 窃取的美国个人和商业资料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美国一直指控中国政府支持黑客活动 偷窃外国个人和企业的数据 以及商业秘密 瑞一在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有可能控制了全球 数以百万计用户的资料也控制了 演算法 中国的黑客 利用这些资料 控制数百万部设备上的软件 进行攻击 瑞一认为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影响 瑞一说联邦调查局 对手机APPTikTok和他的母公子字节跳动 有安全疑虑 博布斯在10月份报道说 字节跳动的内部监管 监察 和封控部门 计划利用TikTok监控特定的美国公民的地理位置 此外字节跳动特定工作人员 可以在中国获得美国员工的个人资料 第6 韩国联合参谋总部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 朝鲜11月17号早上 由江源到原山向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这是朝鲜时隔8天再次发射导弹 这枚导弹射程240公里 高47公里 朝鲜在试射导弹之前 外长崔善基通过官方朝中社发表讲话 崔善基批评 美日韩11月13号举行的三边会议谈 把朝鲜回应三国军演的军事反制行为 视为挑衅 他表示朝鲜将会做出强力坚决的回应 他警告美国与其他国家 接二连三的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将会把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到更加不可预测的局面 朝鲜发射导弹后 美国和韩国随即进行 导弹拦截演习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次导弹拦截演习早已经规划好 目的是确认双方巩固的联合防御 防卫态势 韩国军方将会加强监视警戒 韩美将会紧密合作确保万无一失 第七 美国游戏大厂 暴雪娱乐 11月17号宣布 不再与 网易续约合作 暴雪娱乐将会停止中国的大部分游戏服务 停止游戏服务的包括魔兽世界 炉石传说 魔兽争霸3 守望先锋 星际争霸 黑暗破坏神3 风暴英雄 暴雪未来几天将会暂停新的销售 中国玩家很快会收到游戏停止后的详细信息 暴雪娱乐在2008年8月以网易达成代理协议 把这个星际争霸2 魔兽争霸3 等游戏 引入中国 网易也取得了 暴雪游戏 平台的战网的使用权 魔兽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玩家 2009年8月 魔兽世界线上的中国玩家达到了1300万 创下了历史新高 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不少玩家崩溃 特别是已经买了游戏记卡 和礼包的玩家 暴雪娱乐总裁表示 公司在研究如何让中国玩家参与游戏的方案 受到消息影响 网易股票11月17号 在香港收市跌9% 收盘报103港元 跌10.3港元 网易发表声明说 暴雪娱乐关于游戏 去年 和今年首9个月 净收入 和纯利 贡献占集团总收入 和 纯利润百分比 低位数 不会对网易的财报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网易的黑暗破坏神不朽 属于共同开发和出版 将会有一个独立的长期协议 约定 将会继续下去 第八 国家新闻出版署11月17号宣布 11月份总共批出了70款国产游戏软件的版号 腾讯今年第1次获得游戏版号 腾讯获得版号的游戏为 合金弹头 觉醒 游戏是经典的街机作品 是叫越南大作战 腾讯获得日本游戏商SNK授权把游戏值 移植到手机当中 其他获得版号的游戏商包括网易的大化西游归来 星动公司的退休模拟器等 第九 自然资源部国家 林草局 发改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 巩固退根还林还草成果的通知 通知说根据当迁形式 将会暂停 暂缓安排新的 新增 退根还林还草任务 把工作中心转到巩固已有建设成果上来 各地要把退根还林还草 纳入森林和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范围 最有必要的地块开展补植 补造 补波 森林浮育 低质效林改造 这个通知什么意思呢 原来呢这件事情呢做了多少年 这做了 中国的退根 还林还草工程 是1999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轮20多年时间 实际上呢 截止到2021年年底去年年底 中央政府累计投入了5500亿 那么在25个省 包括新疆 退根还林还草 2亿1300亩 然后同时配套荒山改造 3亿亩 那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中共现在把事情翻过来做 原来叫退根 还林还草 就是原来呢 改造粮田把这个树林烧掉 开垦粮田 开垦粮田之后呢 就不行,要退回去 重新种回树 那现在的政策又反过来 从去年开始 实际上中国各地都在 又在 改造粮田 又再改造粮田 但是呢 中共永远不认错 而且永远都不说我政策改了 就是把原来的停掉 把原来的停掉,其实他现在再翻过来做 又在 制造大量的,又在开始 这个耕地改造 所以 所以你看中国的政策 他都是要掩盖他自己的 错误 不断地掩盖自己的错误 第10 第1财经10月17号报道说 中国统计年建2022年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 创下最近几年的新低,其中 有13个省 人口自然增长为负数 就是下跌 13个省 的人口下跌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就是下跌的省,包括 黑龙江 辽宁吉林,这个不意外 四川重庆 内蒙古 湖南,江苏,天津,上海,湖北 河北,山西 其中江苏 湖北,湖南 内蒙 山西,天津六个省 几十年来 人口自然增长,第1次出现复苏 就是第1次人口下跌 从区域分布来看 人口下跌的省主要集中在东北 华北 中部和西南地区 不同地域的人口下跌的原因不同 东北是城镇化比较早 出生率偏低 主要是计划生育抓得比较狠 东北下跌的是最早 然后是华北和中部地区 华北中部地区的原因是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 孔雀东南非 城镇化率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江苏,江苏也是 他说城镇率其实就是计划生育抓得比较狠 一个是江苏,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重庆 天津 都是下跌的 11 澎湃新闻11月17号报道说 2019年在香港机场被香港市民包围的 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 去年10月25号 因病去世,中年30岁 傅国豪的父亲在 在今日投票发文 他表示傅国豪的骨灰今年5月安放在天津的田园 墓碑上刻着无限追思四个大字 2019年8月13号 香港市民在机场发起 和你飞 的示威 傅国豪以环球时报的记者身份 到场采访 示威者要求傅国豪出示记者证 他拔腿就跑,并且以英文说他自己是游客 然后被示威者包围,然后把他绑起来 当时傅国豪用普通话说 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傅国豪回国之后 2019年时任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说,傅国豪获得了10万元的 奖金 傅国豪曾经在2020年5月到香港 在法庭上出证 他表示,事发时他在环球时报,环球网工作约一年 主要负责编辑工作 基本上不涉及记者工作 案发时他没有发记者证 事件中有三名记者 被控暴动罪 被判了4年3个月 到5年半 那么2021年的4月,傅国豪的父亲表示 傅国豪收入和经济状况很难在北京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所以决定离开北京和环球时报 12 缅甸军政府11月17号宣布 国庆日特赦超过5700名囚犯 其中包括4名外国人 获得特赦的外国人包括 曾经担任前国务资政 昂山素姬顾问的澳洲经济学家 杜内尔 他是去年军方发动政变的时候被捕 他被指违反国 国家机密法和移民法判刑三年 判刑三年 另外一个是日本纪录片制作人 九宝填撤 7月份他在仰光的一次反政府集会中 采访被捕 后来判判刑10年 那么其余获得特赦的包括 英国前驻缅甸大使 包曼和一名美国人 缅甸官媒指出特赦外国人是要与其他国家改善关系 缅甸反对党民族团结政府 对特赦感到振奋 并且强调国际社会不要被军政府欺骗 该党发言人说军政府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色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讲今天的主题 中国防疫政策的谎言和政治 国家卫健委公布最新的这个数据 11月16号31个省确诊是 2388例无症状感染是20888例 连续4天感染人数过2万 那么随着各地检测量的下降 估计感染数字会控制住 那么另外据报道 各地 出现了公交地铁不在查验核酸的情况 第1财经报道说 贵阳 洛阳 石家庄 等地取消了 验证核酸证明乘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只只要持绿码 就可以 就可以通行 最早是谁最早是贵阳 贵阳市政府是11月3号宣布 乘坐公交地铁 不用出示核酸证明 他们这个贵阳市最早实施这个措施的城市 石家庄是11月14号 全面放开公共场合 15号起 石家庄的地铁公交不在查验核酸证明 除了重点场所以外不在查验72小时核酸证明 当天河南洛阳也宣布 除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事业单位 医院以及需要脱口罩的公共场合之外 需要48小时 核酸证明之外 其他公共场合 和乘坐公交 公交交通工具 不在查验核酸证明 单要扫扫长所码 测体温戴口罩 入住宾馆需要出示两码一证 有室外旅行史的人需要出示 社区报备记录 大连市11月14号宣布 停止每周二五的常态化 核酸检测工作 大连市民进入商场 地铁 要扫长所码但是不查验核酸证明 11月16号晚 广州市海珠区发通告 继续实施封控措施 一直到11月19号 海珠区是11月5号开始封区 这是海珠区第4次延长封区的时间 每次延长三天 延长了四天 四次 11月16号广州新增感染者 8761例 连续10天 破2000 那么上一天是 比上一天 多增加了2465例 财新网的记者根据官方发布的疫情数据统计 从10月22号本轮疫情以来 广州感染者总共的感染者 48223例 无症状占9成 没有重刑 微重刑病例 攀余发布通告 11月17号 恢复全区正常流动 解除临时交通管制 居民凭健康绿码通行 大部分区恢复唐食 全区的学校幼儿园 11月21号开始恢复线下教学 广州市中兴城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是11月10号开始 停止线下教学或者是回幼儿园 攀余是第1个宣布恢复线下教学的行政区 另外力湾区发布通告继续加强社会面管控 除了高风险区域外 全区的住宅小区城中村 商务楼 凭24小时核酸证明出入 中小学幼儿园继续线上教学 所有的经营性的场合 全部停止营业 攀余力湾区11月9号开始 实施强制社会管制 11月13号延期到16号 广州市卫健委的副主任张毅表示 对于感染者持续攀升的海珠区 11月15号 全市调动了4600名医务人员 赴海珠区 和其他高风险区域进行上门核酸采样 尽可能把感染者捞出来 早隔离早转运 人民日报的 健康用户端 报道当前了几个 主要城市的重症情况 广州 10月22号到11月14号 累计感染是33000人 11月7号以来连续9天 单日破2000 就没有重症 没有任何的重症重型病人 没有重症和微重症的病例 北京是10月27号 到11月13号 定点医院救治本土病例是1187例 其中无症状是412例 轻型是752例 普通型是21例 重型是2例 重庆 重庆11月以来 重庆累计 感染超过8000例 无症状7517例 集中隔离是119人 1159人 轻型1130 普通26 重型3人 郑州到目前为止没有重型和微重病例 所有的病情 患者 病情平稳 那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1月17号召开记者会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问 20条措施提出 要制定新冠肺炎的分级分类诊疗方案 到底什么情况 国家卫健委 医疗应急司司长郭彦宏回答说 我们从三个方面加强 能力建设和对患者的分级分类治理 第一 持续的加强 定点医院的建设 要求各地 指定综合能力强 救治水平高的医院作为定点医院 定点医院要根据当地的人口规模 配足 配齐 救治病床 同时对于重症的监护单元 也就是ICU要加强建设 并且要求ICU的床位 达到床位总数的10% 现在开始准备 这是第1 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 要求各地按照评级结合的原则 依托现有的一些大型场馆 比如会展中心体育馆等 提前做好方舱医院的准备 比如电线 基础设施的布局 物资的准备 包括信息系统的准备 同时还有一个要准备就是医疗 医疗医护力量 一旦发生聚集性的疫情能够使得方舱医院 在短时间内启动 而且尽快的能够收治患者 那么现在按照第9版诊疗方案 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还有些轻症 就是接待这个放在这个方舱医院 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日常医疗资源的占用 统筹好 疫情的救治和日常的医疗服务的保障 第三就是加强 加强这个发热门诊的建设 发热门诊是 发热患者进入门诊后 甄别是不是感染 感染新冠病毒的重要场所 所以他们要求二级以上的医院要设置发热门诊 而且要做到应射进射 应开进开 而且要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 就是 发现了可因患者要尽快的甄别 而且阳性感染者要迅速转移到定点医院 或者方舱医院 进行救治或者进行隔离 然后有记者问20条优化调整措施中 对规范开展核酸有哪些具体要求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宏斌回答 他说 20条优化调整措施 既不能层层加码 也不能随意减码 这是新说法了 出现了新的说法 一 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 就是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 就是要严格落实对风险岗位 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要求 因减减不得随意不减漏减 也不能扩大 这个核酸检测范围 第2 发生本土疫情的区域 要求 就是当疫情仅仅是零星的感染者 一般不进行区域性的全员核酸 当疫情存在扩散的风险的时候 那么可以每天开展一次全员核酸 连续三次 这个间隔三天再进行一次 感染者活动频繁 停留时间长的其他区 可基于流调 进行研判 那么原则上 每天展开一次 连续三次 如果没有发生社会面感染 可以停止 这是第2 第3 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有关要求 那么跨区流动 要48小时核酸证明 乘坐飞机 高铁 列车 长途客运 然后到达目的地之后要落地检 入住宾馆酒店 进入游客 旅游景区需要查研72小时 核酸证明 三岁以下免检 那么在此之前的9月份 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的 联控记者会上 这个国家疾控局的副局长吴良友曾经说过 9月份的时候为了确保中秋国庆 不发生本土性的疫情 旅客需要持48小时核酸证明 坐飞机 高铁 列车 长途客运 当时是提出来因为是国庆 然后国庆期间 执行是从9月10号 到10月31号 后续 看情况 那么进入11月之后 有一些地方已经宣布 坐火车是不查核酸证明 那沈宏斌这次确认 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跨区域的公共交通工具 48小时核酸证明 然后他就是 这是一个 就是开始 你可以看到 开始收紧了 开始收紧了 然后疾控中心船房处的 研究员王丽萍说 针对今年7月以来疫情多点频发面广的特点 那么现在就要求什么呢 要求落地减 机场 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 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设置采样点 按照自愿免费 既采既走 不限流动的原则 进行 这个检测 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防控的关口前移 防止这个跨区域的传播 大概是这样 评价一下 11月11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公布了20条 放松这个疫情防控措施 这个措施出来之后 中国民众的反应非常不适应 为什么会不适应 这个不适应 之前我还是有点疑惑 后来我慢慢都明白 为什么中国民众的不适应 这里面的原因是 过去三年中国政府各种恐吓 但是各种恐吓其实 其实不是最根本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包括他们安排的各种五毛 不断的宣传 西方与病毒共存的这个做法 说成是躺平 而且说成 这种躺平造成了严重的疫情 甚至他们谎称 美国每天死多少人 欧洲死多人就是因为躺平 这就是中国人 其实 在中国民众当中 对疫情的认知就是这样 下了三年时间 足足下了三年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证明 他的动态清零政策是正确的 正确的 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放松 要准备退出动态清零政策 当他开始退出动态清零政策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就发现 原来你也在躺平啊 他就赶紧解释说 我不是躺平 我是精准防控 老百姓相信吗 老百姓当然不相信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一次的记者会 这次联防联控的记者会 他一直不在 他就不再往外放 他开始往回收 有往回收 往回收你看 疾控局的副局长沈宏斌就说 他说20条优化调整措施 既不能层层加码 也不能随意减码 所以呢 中国的疫情防控 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其实他就要向中国民众证明 我没有躺平 你看我还往回收 我还在加码 不让减码 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 科学的因素很少 政治的因素很多 政治因素决定了他的防疫政策 而且 他的防疫政策一定会有大量的政策谬误 而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产生大量的人道灾难 这种人道灾难的代价就是 谁来付出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民众是真害怕 真害怕 中国数字时代转载了一个叫八点见闻的专题报道 这个专题报道的题目叫 被围观的石家庄 当大型实验进行到第4天 大家知道 11月14号 这个 石家庄开放 这篇报道就是开放了4天 情况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没有全部摘录,我是摘录进来 保持这个故事的完整性 但是又不会全读,全读太长 这座常住人口1123万,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城市 在封控静默10多天之后,防控措施骤然放松 取消全员核酸 复工复产复客 4天里 石家庄的疫情神奇的趋缓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家庄无症状感染者从541人 下降到了323人 确诊人数从3变成了0 像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外一个极端 突变 令居民们措手不及 一位家住石家庄的医疗从业者发来的照片里 公交 地铁 空荡荡 他抱怨说,核酸检测点被撤 几千人在仅剩的核酸检测点 排了几个小时做核酸 医院的自费核酸点也是人满为患 学校要求复课 家长就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 莲花清瘟抢购一空 连广场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 也前所未有的孤儿约儿童的戴好了口罩 无所适从的石家庄人 石家庄某县城的大三学生罗宇 他说 放松后感到不适应,他说遵守了三年的定期核酸 到每个公共场合要求扫码,突然取消了,非常不习惯 星期一 罗宇家小区外 核酸检测点已经撤除 周二即使不要求72小时的核酸 罗宇还是骑上车出门寻找 其他的检测点 他发现 县城里平时门口罗雀的检测点 人群已经排队 绕小广场转了两圈 至少有100多人排队 然后罗宇不愿意排队 最后去医院自费3块4 做了混检 对罗宇来说,三年的核酸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 尽管有诸多的麻烦,也曾经吐槽无数次 但绿马通行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为他的自由出行 赋予了正当性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 取消核酸后,安全感瞬间被打破 马路上 商店里 周遭原本透明的陌生人,一下子变得模糊灰暗 一位 一位从事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说 你无法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阳性 自己会不会被感染 社会面没有清零,核酸又不做了 真实的情况 谁都不清楚 最后他选择了抢购莲花清瘟颗粒 关停仅一天之后,石家庄部分免费核酸点又重新恢复 张晓丽 一个网友得知消息之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小区重设了免费的核酸点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再也不用排两小时队去医院踩了 一位石家庄退休的医院管理者批评评价说 在放松这件事情上 石家庄似乎没想好要怎么做 在过去的14天里 他一直待在家 陪小学二年级的小外孙 上网课 11月13号晚上,老师在群里通知 第2天返校,结果家长们非常担心 找各种理由请假 全班51名学生请假43名 老师随后发来一份调查表 询问是否愿意上网课 家长都表示同意 于是原本复课的计划又泡汤了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东燕认为 石家庄在做正确的事情 但配套措施没跟上 此前新冠被妖魔化,居民需要做 为更多的宣教 才能不再恐慌 6月份 金东燕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 吃了两顿饭 事后发现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 但包括他在内的与会者 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 并且再加一轮核酸,最终 一个人都没有感染,金东燕说 我们每天,我们讲的香港,每天有5000例感染 但又怎么样 抗原检测阴性之后,就可以来学校上课 我们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然后这个中国数码时代 有个专栏叫风声,风声写了一篇文章 评论文章 叫 不是试点的石家庄 其实是个预言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 过去三年的防御和相关的叙事 重塑造了人们的健康观 有相当多的人对病毒产生了严重的恐惧情绪 11月14日网上传出消息 石家庄成为国内第一个解除防控的城市 但是消息伴随着惊慌和不安的群细出现 在整个网络情绪发酵中 最值得注意的 其实是石家庄市民的惊慌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石家庄和其他城市一样 都是反复经历的疫情冲击 不断遭受 崩控 今天通报500多个阳性 虽然无症状 却突然搞常态化防控 而不是加强静默 让人让当地人意外 也让他们难以接受 换句话说 有相当多的人其实已经习惯 乃至渴望严格封控 昨天在网上 很多重庆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政府迟迟没有宣布静默 他们呼吁自发静默7天 相信不光是石家庄和重庆 国内渴望更严格封控的人普遍存在 这种情绪并不正常 不管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 大面积持续的静默给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 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健康 这正是20条新政强调精准防控的背景 但是 像石家庄人这样 恐慌情绪 也是可以理解 过去三年的防疫 和相关的叙事 客观上 重塑了人们的 健康观 有相当多的人 被各种防疫场景冲击 对病毒产生了严重的恐惧 对病毒的恐惧到了一定的程度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疾病 此前是在郑州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普遍的恐惧 和他的破坏性 富士康的工人 被传言影响 步行回家 一些大学的大学生 也开始如此操作 这种恐慌情绪下的大出走 使得河南防疫部门不得不专门强调 奥密克戎病毒感染者绝大部分是无症状 有症状绝大部分是轻症 他们甚至给大家普及了一个 自线性疾病这个新名词 这些科普当然必要 但是很不幸 他有点晚 回想过去两年公共媒体的报道 这是一篇国内的文章 对病毒和疾病本身的科学报道越来越少 专家发言越来越少 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管控 管控措施 各种加强各种疑虑 看到的全是全副武装的大白 和深夜转运 如今想要去除这些恐惧 谈何容易 人群中存在的恐惧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对疾病本身的恐惧 包括各种后遗症的猜想 和对外国死亡人数的夸大想象 另一种则是对一旦阳性 或者密接之后被转运 和剥离正常生活的恐惧 这是对次生灾难 次生灾害 的恐惧 如何克服这两种恐惧 以一种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 来对待奥米克隆 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这应该是政府的问题 如果解封了都不敢出门 这可真的是要去看心理门诊了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评论文章我觉得已经算是写得非常好的 我的评价 这就是过去三年中共造的孽 他们用了一个谎言 他们用一个谎言夺走了我们的生活内容 夺走了我们的生活支撑 最终夺走了我们的生活意志 剩下的 只有恐惧 和求生欲望 然后 他们宣布要开放 我们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 面临的困境 这也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 中共推动和保持动态清零政策靠什么 靠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是什么 这个谎言 就是西方的 与病毒共存是躺平 躺平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 这就是个谎言 动态清零政策的正确性 是建立在这个谎言的基础上 现在 中共要说服中国的民众 接受动态清零政策的退出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 其实武汉肺炎没那么厉害 没什么重症 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持续了三年的谎言 现在踢破它 你不踢破这个谎言 你就无法说服中国民众 接受 撤除动态清零的政策 但是踢破这个谎言意味着什么 踢破这个谎言意味着 你过去三年 你一直在欺骗中国老百姓 所以 金冬燕讲 中国没有做好配套工作 你以为他不知道 需要做这个配套工作吗 他知道 但是这个配套工作是什么 就是把过去三年 他们撒得谎 踢破他 他做吗 当然不做 他只能婉转的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样 重症不多 重症不多 他没有解释 他没有把这件事情 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 其实过去三年 我骗你们 为的是什么 保持动态清零政策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防疫政策当中的 政治 和谎言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谢谢 谢谢 感谢昨天老师直播二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情况,坐标广州海珠区,今天案例飙升到快1万例 但是我和身边人没多大感觉 因为感觉快逐步开放 傍晚看广州新闻介绍说,进小区不需要查核酸 进地铁也不查等等 我顿时觉得阳光 我和很多朋友聊到这种改变,他们认为 早就应该这样,再封下去饭都没得吃了 情况,坐标广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中山三院,岭南分院,南方医院,白云分院 将为未来新冠重症 感染的老人儿童孕妇作为定点改造 定点医院,什么定点改造 医院改造 今天公布本轮总共约5万例 病例当中只有两名重症 广州坊间都比较确信 防疫松绑 公司同事都很雀跃 可以看 一南一北完全不一样吧 你看看石家庄 所以 官媒洗脑风控的比较严格的地方 老百姓的反应是一种 你看看广州,广州的反应就是另外一种 情况,昨天中午整个仓港路 地面开始钉膨胀螺丝来固定住蓝色铁壁围板 代替红色水马 从南到北,油管上有人拍了 昨晚仓港到珠江边 这些蓝色铁皮视频 今天的新闻热搜 广州已经拉走了9万人 准备了24万个方 方舱床位,没有24万 我刚才看到的数据应该是6万多吧 没有24万 周边地势还在增建方舱 观点 从这几天一直关于动态清零的政策发表 可以发现中共中央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还是那句话 中共面临了一个困境 困境 困境是什么 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 所以他动态清零 就说别人躺平 说别人躺平 这个死很多人 美国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因为躺平 那你现在你要开始准备躺平 那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问题是你踢不踢爆呢 不踢爆你说服不了 说服不了你这政策就很多人都害怕 就算你 开放大家不敢出来 你不踢爆呢你怎么去解释踢爆了呢那你过去三年骗了大家 怎么办 这个账怎么说 所以实际上 你说中共中央不知道该怎么办实际上是他自己 给自己挖了个坑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情况过去一个季度腾讯的员工减少大概2% 减少了将近1900人 阿里巴巴总数约243900 243900 比6月份减少了1800跌幅0.7 你肯定是看错了 这肯定数字不是这样 一个季度嘛 一个季度才少了1900人 应该不是这样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阿里跟腾讯都分别裁员裁了两次 裁员裁两次才裁了1900人 我不相信 这数字是不对的 提问在西方国家的围剿下 中国大力发展芯片产业的政策能否持续 对半导体研发的持续投入是否 成为消耗中国财力的黑洞 第一 中国在 我想想忘记了那个会叫什么 习近平开的那个会 应该是还需要搞举国体制吧 还会继续投入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三四年 投入到芯片这个产业里面的钱 大部分来自投资者 大部分来自投资政府投入的多吗 也不少 数以千亿吧 真正投入这个行业的 应该是将近10万亿 10万亿是市场的钱 投资者的钱 大部分是投资者的钱 所以 消耗中国财力嘛那就消耗投资者的钱 没有消耗政府政府消耗的钱不多 1万亿左右 这是第1个第2个在西方国家围剿之下 中国有没有条件大力发展 我之前有个节目讲过 按照现在的技术线路中国走不通 走不通 按照现在的技术线路 芯片的这个技术 半导体的技术线路来看 中国走不通 因为这个跨越不了 那跨越不了除非你走另外一条技术线路 但是走另外一个技术线路中国的基础研究 基础材料和基础 行业 都没有 都是零 很多行领域是零 所以我不觉得他在这个领域能走得通 请问 中国全面放松疫情管控 经济是否明显会好转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状况 大家知道 这个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的数字 就算经过化妆 中国10月份的数字非常的 非常吓人 三加码这全部死活 但是结果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中国的财政收入10月份 结果是 大幅的好转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的现在的经济的情况其实是个黑洞 就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为什么 他政府部门现在造假都各个部门都 都不沟通的财政部没去造 统计局 显然是没有去到统计局 所以他公布的财政数据 看上去还不错 就疯了你经济情况这样的财政收入怎么会不受影响一定会 很 会很严重的影响 对现在经济情况到底会不会 有没有好转 肯定没有这么快好转 但会不会好转 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第1个 中国要是退出动态清零政策这件事情本身 对经济情况来说是好事 显然是好事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经济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排第1的就是动态清零 那排第1的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这个 重大的影响 那你这个重大影响这个政策取消对他有没有好处当然有 这是第1个 实际上是有帮助 第2个也会对大家的情绪产生 大家会 看法会变得更加正面对中国 至少有这两个方面的好处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 帮助中国经济由现在持续的回落 变成好转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看到了我告诉你 好吗 观点加情绪关于动态清零的改变问题 我想 我想起我兼职是老板的提问 领导高生他的错误怎么处理 老板告诉我 错误要在行动上修改 但绝对不能说 我认为动态清零的改变也是如此 记得王先生刚刚说出自己分析时 遭到一些不正常的反馈 我为您鸣不平 感谢您的坚持 这个正常 这个经常会是有这样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公正评价 情况 惠州当地政府 2020年违规征地几千亩 有一个村 这几天听说省里不批准建设用地 当地政府现在雇佣村民 在地里种红薯 几个村 其他几个村的情况不详 中国政府就不断的干这种事情 一开始要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 就是把耕地 这里原来是山坡地 把这个地平掉 种上树 这两天要强调粮食安全怎么办 原来你退耕还林 把原来的耕地又恢复起来 又开始 恢复起来 又找人来开始 种上玉米种上反正花钱又花一笔钱 就不断的在干这样的事情 中国政府不断的干这样的事情 不断的干这样的事情 对很多人讲啊我们这里这个这个又这样了又这个 叫什么叫这个举国体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没有成果有 十件大事其中有一个成果 另外九件事 集中力量办坏事 观点 疫情期间有多少孕妇因为聚诊而流产 多少儿童因为治疗不及时允命 而事后所谓的处罚就是为了平息民怨 处理结果往往是简单的批评教育 再严重一点就是调理岗位 由此看来人口出生率下跌 目前中共并不十分重视 观点只要每日感染的人数统计特别是细分统计 还在进行 就不会取消动态清零 清零 由此根据 是按照中国中共惯常的工作逻辑得出的 我不同意 你不了解中国的政策 显然你不了解中国的政策 情况坐标呼和浩特 从10月2号封控至今已经50天 小区盯风险 但小区内有高风险楼洞 今天高风险楼洞又出现新增病例 意味着起码又要继续封五天 还要环境采样 环境采样是不是层层加码 已经难得去计较 但这意味着还要继续封控起码一周 如果有新增 要重新计算时间 封控依旧遥遥无期 你可以看越往北 这些东西就越严重越往南越没越不容易 观点看习最近活动的讲话 结合20大前后 中共的涉外表态说法可以归纳为一 只有对外场合国外访问 才会提改革开放 以忽悠稳住外方 但对内 统筹发展和安全 强调各种斗争 二 会把改革开放拆开说 比如经济改革深化改革 对外开放 我们越开越大等等 目的是和 邓江胡时代 改革开放做区隔 潜台词是习时代的改革 只有国进民退 政治改革别想 开放是有选择的 不是旧时代 不加选择的开放 说得很好很对 我同意完全同意 就是这就叫两个字叫话术 讲话的 阴谋轨迹 话术 观点我认为高校应该取消重点人群管理 理由如下 一高校并不是交通枢纽 二 形势是高校与大型居民区类似 三大学生在经过土共的恐吓 恐吓宣传后 本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 四 出入校园校门只需要报备即可 完全没有必要审批制 审批制就是他有权利呀 观点我认为当局选错了城市做试点 应该选择广东的城市进行试点 广东素来 敢为天下先 而周围的人晚饭都是看TVV的新闻 亲眼目睹香港疫情的整个过程 我做疫情工作的 周围同事都希望早日开放 所以不在你这事啊 你的开放没有问题啊 选择十加双市就对了 因为选择十加双装饰点你就看到了问题 你选择广州,广州有什么问题没问题 大家都支持 理解吗 你看领导选对了 我不认为领导选错了 进去坐标重庆 从10号开始 除16号外天天核酸检测 17号没有发出门条 大家都在等待18号解封的消息 结果凌晨了,啥都没有,究竟是把大家监禁多久 不工作不吃饭了吗 情况,重庆人没有选择自愿静默 政府虽然没有宣布封城 但各个小区 或者街道把居民关在家里 这种化整为零 内景外松的做法最无耻 非常对 主流媒体说是重庆居民自愿静默 事实是重庆人 在这个宣传下面跟铁骂 自愿个锤子 自愿 自愿个人锤子 情况,昨天打车 与年轻司机聊天 严给武汉病毒 武肺病毒 他说不怕病毒 与可能的后遇症 更怕的是一旦感染 避遇后求职无门,这才是最重要的 情况,从精神健康角度 经过三眠封控,绝大部分中国人 或多或少 都有精神问题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妄想症 自虐 抑郁症应该是普遍存在 连大绝生都以爬行这种自我贬低矮化的方式发泄自己 这个我不懂 爬行是什么,这是一种讽刺的表达 不是自我矮化 是一种讽刺的表达 这个不理解吗 这很容易理解 这不是自我矮化 二是长期奴化以后自我奴化 我不同意这个大学生,大学生的这个爬行的这个行为 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中国的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这个 一开始是这个爬行 不让爬就做植狗 植狗也很厉害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 非常有创造力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 年轻人 他们真的很有力量 观点,中国民众的开放恐惧不单单是因为中共对于新冠病毒的谎言 还在于防控政策的非人性 和非人权防控措施 半夜强迫转移 强制方舱隔离 其 其无人道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非人道措施不改 老百姓不可能解除新冠 恐惧症 非常对 那边评论文章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他的疫情防控政策本身 是令中国民众 对疫情产生恐惧的第二部分 第一是疫情本身 中共一直讲 西方国家躺平 死了几百万人 就是 这种谎言 情况我在腾讯,过去一年人数至少减少1到2万 非常对 财源严重 而且被财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对外招聘也基本停止 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